你好,和敏yo,知不知道是甚麼? 大家早安不安?安全日 安,歡迎來到神網第一線 那麼,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幫一下 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幫我編輯部靜漢部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一下 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那麼,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麼,第一件事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美股 好,雖然英偉達 NVIDIA 升了一段落 其實升了很多 不過,問題是 它也帶不起美國的股市 美國的股市是有些問題 道指,39,065.26 跌了605.78 跌了1.53% 標普500,就是5267.84 跌了39.17,跌了0.74% 那麼,納斯達克指數就16,736.03 跌了65.51,跌了0.39% 那麼,德國某式DIEX, Axe 指數就18,691.32 Burke leaf Olympian 是合格 升了opt men's American bullmars 升了09, 1.6% 英國倫敦富士就8339.3% 跌了 carefully. 1%,跌了 0.37% 法国巴黎CAT 指数是 8,102.33 升了 10.22 升了 0.13 升了 0.13 道指跌 600 点就是 2024 年 那么多交易,最差的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有很多理由 那些分析师一定会有理由 尝试解释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差 这个NVIDIA是升了 9.3%的 那时候是,还有 现在人们还在冲敬他会上2000 元 我就认为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炒一下,但是呢 他事后都回了 如果你看到事后的价钱都回了 是会这样的 这个当然是跟 辉达那个,或者英伟达 NVIDIA 的业绩 是有关系的 那么他现在的市值呢 是 去到2.5个T 就是25,000 亿美元的 那么他的升跌就影响到 纳斯达克指数 和这个标普500 但是道指呢 就是他,道指就应该没有他的份 其实呢,他就算有他的份 也是不可以影响到 就是拉不起他其他道指的其他股票跌 那么现在市场的定价 其实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今年呢 只是会减息一次 现在 有些事情改变了,因为 这个呢 就是 美国的交易员呢 就降低了 对 联储局今年减息次数的预期 和呢 将减息的前景呢 就推迟到 今年更迟的时候 那 这个礼拜早一点的时候呢 那个定价呢 都是 市场的定价呢 都是估计 会减两次息的 其实呢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那些人估计呢 就是三月开始会减六次息的 那么 现在呢 呃 就是他们现在的定价呢 就是九月减息的可能性呢 就是降到51% 就是用他们的 期货的定价来估计 那 就是当然 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那些蓝筹股跌得很厉害 波音 Intel 麦当劳 和鲁迪士尼 Johnson & Johnson 还有呢 就是Travelers 都是跌得很厉害的 那就是他的道指其实 是 很疲軟的 其实是 现在很疲軟的 那 就是道指的 每一位成员呢 道指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就是他计算下去的成份股呢 都是跌的 就是这个 他这样的跌法呢 其实 有些人就没什么信心了 有些人 但是我觉得就 不用太害怕的 因为他们现在是 因为这个星期好像是 Memorial Day 放假 就是 不是今天 应该是 但是他有些特别一点的东西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不过不要紧了 美国的股市现在开始有点回头的迹象了 但是最主要的资讯就是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的这个 就是 没有可能减减这么多次息 就是他们 估计会减 两次息的 其实我也觉得太多了 现在他们估计一次可能 就连一次都没有 其实是一个可能性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现在这个美国证监那边 又出了一个新例 之前呢 就有Bitcoin ETF 就是比特币的 交易所买买的基金 现在美国证监 转了新例 连这个以太坊 都可以做ETF 那如果以太坊可以做ETF 那以太坊 应该会跟着Bitcoin那个 方向又升一桶 就是这个以太坊 不是上升了很多 其实就 以太坊呢 它就升了2% 其实之前呢 这个星期较早之前 以太坊就升了 20%左右 其实是 那是不是 之后会有更多的加密币 或者这些虚拟货币的基金出来 这个有可能 这个有可能 不过 现在以太坊出来的规模应该会小一点 即是他们就算做ETF的规模 也是比特币小的 其实就 那 当然这个以太坊就是 第二大的加密币资产 其实有些人就说这个也算是蓝筹币的 对了 那 很有趣的 就是比特币 现在有些人就当是一个 就是 长期的 Store of value 即是长期的Store of value 就是把钱放进去 这样可以 留住的钱 好像黄金那样 那 那些人把钱放进去 以太坊里 就好像投资这些草创技术那样 因为这个以太 币 就是为以太坊这个网络 提供一个动力的 因为 以太坊那个网络 它是有不同的Apps 譬如它有一些 就是去中心化金融的服务 还有那些NFT 就是那些 non-fungible token 不可替代代币 那还有就是那些 project 就是说那些商品 证券 藝術品 房地产 这些 它就变成了一个token的形式 那 如果这个以太的产品在美国批准了呢 其他 以太坊上面 它这个平台 那个 资产呢 它会不会可以 获得SEC批准呢 是未必的 因为它有那些NFT 那些我不认为 就是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会批准这些东西 那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现在还在告 Coinbase 和Kraken 两家做加密币的公司 因为这两家公司就提供一个 资亚服务 那它那个资亚服务呢 就是它有一个staking 你可以 就是把你手上有的以太坊 就放在一个stake那里 那它就可以 很有趣的 它可以给你利息的 但是它要收回那个network fee 它是 那现在这个staking 这个 资亚服务呢 这个 叫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说它是 一个未注册的证券 这样 那有其他公司呢 都搞这个 就是 ETH的ETF 就是以太币的ETF 那些大一点的公司呢 里面呢 他们的proposal 就是他们的提案呢 就没有提到staking这一件事的 就是没有得 自押这一件事的 那 当然这个 ETF 那个产品如果没有staking的话呢 它可能呢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买的 其实 其实 那还有就是 这些跟比特币的ETF是不一样的 它有个结构性差异的 因为这个ETF呢 这个以太坊的ETF呢 它是 没那么大的吸引力 就是看到就是没那么大的吸引力 还有呢 以太币本身 它只是第二大的加密资产而已 它只是第二大的加密资产 而且它的 性质有点不同 因为以太坊的ETF是常常转的 它是常常转的 它以前是可以挖币的 现在它都改了是不行的 那么它有很多东西它会不断改的 其实这个 就是 以太坊是 那好了 算了 我说到这里 就是 这件事呢 应该 之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也是建议一件事的 就是如果 不太懂得这些加密币的人 尽量还是不要买的 这个我说过很多次 那么 有些钱呢 老实说 不到 不到那些不懂的人赚的 我自己也不算懂的 所以我自己也 认为这个加密币 只是 可以买一点点 就是 用自己的钱去买我 其实是不会的 我现在剩下的那些 ETH 也是以前挖回来的 哈哈哈 我现在自己也不会买 好了,那就算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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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曲 杨栋梁